那首先第一個的話呢 其實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這些機械手臂 或者是這個益智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OK,這是其中一家蠻大的公司 他接受CMN的專訪的一個內容這樣子 那,哇,Sorry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聲音不夠大 Sorry,那因為這個影片沒有很長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這個沒有辦法放那麼大聲 那他現在基本上就在解釋 就是說他們今天在設計一個抑制 或者是機械的手臂這樣子的結構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他們想要模擬的動作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抓取 那你在抓取動作 抓取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是每一個關節所需要的這個運動的幅度 都其實都有點不太一樣 這都需要去仔細的去考慮 包含就是這邊手指頭都會有三個關節 那最主要運動是下面這個關節 上面這兩個會 但是不會那麼的明顯這樣子 所以這在設計上都需要去考量 然後他們會甚至會根據這個 對,他剛剛做的那個影片 就是說告訴你抓取這個動作 請注意一下這段影片 我不知道剛剛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其實在他的手上放置了兩個東西 小小的東西 然後很用力的這樣按上去 那個其實就是電擊 這一個主持人 受視者是主持人 那個在做實驗的這個 是他們的那個 這個project的主要的這個人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他把那個機電訊號的這個sensor attach到那個受視者的手上面 所以他就可以接收到這個 那個手部肌肉所產生的肌肉訊號 肌電訊號 然後他就直接把這個肌電訊號 傳遞到他的意志上面 讓他去做出相對應的這個運動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人的手 跟後面的那一隻意志 他其實是在做一樣的動作 而且他的電擊很厲害 他電擊只有兩個 他只用了兩個電擊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其實蠻厲害的 這個公司就是iLimp 我們在剛剛提到的第二個這個名稱 他的商品名稱就叫iLimp 有興趣各位可以去搜尋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除了這個抓取的動作以外 他們其實還設計了很多 一系列不同的動作 比如說 其實我們大拇指蠻厲害 就是他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他也可以獨立運作 他的旋轉的角度是最大的 所以他們會根據大拇指的方向 會設計不一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是抓取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 這個是比那個interview 其實大概好像是去年的影片而已 所以算是最新的產品 不過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是比較早期拍的一個東西 其實他在告訴你就是一個人 一個真的人 這個抑制的使用者一天的生活 他的左手是抑制 大家看得出來嗎對不對 所以他比較靈活的那隻手是右手 所以其實主要的這些比較複雜的動作 他們還是用右手來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雖然比較不靈活 但是他左手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拿奶精啊或拿東西啊 或福祉的東西這樣子 他可以自己幫自己泡一杯咖啡 太好了 這段影片完全沒有字幕了 不用講話 OK 光這個動作 他其實就是要過去 然後要用力把它拿出來 而且不要忘記 我們在抓取東西的時候 人是很厲害 我們會根據力量的回饋 去決定我們要用力的大小 然後他也不是花瓶而已 他甚至可以提出很重的東西 所以他輸出的力量要夠大 才能做到這一點 也很抱歉 因為這是大概在幾年前的拍的影片 所以他的resolution沒有那麼的好 不過我想這應該 應該不是最大的重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日常生活上 是怎麼樣使用他的抑制的 這是抽無師班嗎 有點羞喔 這個有點太假了 他想要讓你看的是這個動作 減球這個動作 減球這個動作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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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會需要一點 這個是最近才拍的東西而已 他其實跟i-Limp一樣是做出非常的設備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 他其實表現出了比較 秀出了比較多他們在控制上面的細節 另外一家公司好像叫做bibonic 他是歐洲的公司 i-Limp是美國的公司 OK 他秀給你看他怎麼擋那個鞋帶 我是還滿impressive的 因為這個動作真的不簡單 OK 他甚至可以dealing card 就是可以發牌這樣子 OK 他其實他剛剛怎麼做到這個動作 他其實是靠他手臂的肌肉的出力 然後他的這個抑制他會去sense 他會去感測傳遞過來的肌肉訊號 然後就可以做出相對應的動作 所以當然他們就會有點做出超出極限的動作 對方來講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那一樣這個影片稍微長一點點 還好三分鐘而已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他就跟你講說他如果今天真的出狀況的話 他其實自己本身是可以很快的 幫自己做一些維修的動作這樣 而且完全不用怕植物上面有刺 因為根本不會痛 防止通知會不會成了 所以我們又要很難表達 只要你有有多推的一個水分 一下子 perché 組織下去 大家 됩니다 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现在 意志的发展已经进步蛮多 虽然我们在 你应该很少在市面上看到这种产品 它不像3D产品一样这么好买 不过我们的确 我们的技术已经进步到 可以发展出这种意志 当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取代 你原本肢体的动作 但是已经可以做到的东西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至少日常生活当中 就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 不过我想这个影片里面 其实它当然只是告诉各位说 它现在能够做到多好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的部分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去量测我们肌肉的电信讯号 也就是说虽然它们可能 因为意外的关系被截止了 但是你的肌肉还在 你以往在控制的动作 这些神经回路或者这些记忆都还在 所以你可以去控制某些部分的肌肉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去量测这些肌肉的讯号 这些肌肉被收缩的时候所产生的讯号 然后让那一个下面的肢体 去做出相对应的动作出来 比如说要握取 或者是要抓那个球 或者是要指东西 点东西 类似像这样子的 不过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你在量测讯号的时候 多少还是有限嘛 因为你的那个电析没有办法精密到 跟你原本的手一样 OK 所以它可能有些动作是需要去训练的 所以通常来讲你在使用意知的过程 它不像买手机来 买手机来 你都按一按 这个有些功能学一学 你大概就会用了嘛 对不对 起码那个讲电话上网没问题以后 其他大概你也没有什么很急迫的需求 但是意知在使用上面 它其实是需要一段磨合时期的 它需要一个training 你才能够知道说 我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意知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在动作的控制的设计上面 会尽量让它跟你原本在操作上 是尽量一样的 但是有些动作没有办法那么的像 或者是说 你需要有比较好的辨识能力 来做出不一样的动作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去训练你的肌肉 去产生特定的积电讯号 OK 比如说你前面的收缩 后面的书章等等的 用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来控制 或者是说你可以连续用力两次 代表你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其实也都是有的 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样子 所以像有的一只使用者 成功的一只使用者 他在使用的 习惯了他的这些机械手背之后 他甚至觉得好像自己长出了新的手一样 他在mental里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会有时候会跟自己的 虽然那不是他自己的手 但是他跟他的连结性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像他的手又长出来了 OK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视互动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你直接拿来就可以用了这样子 此外一个良好的意志 其实在设计上我们需要注意很多地方 包含了像我们在力量的掌握上面 其实是很重视回馈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你今天把一个东西拿起来 蛋这件事情你就会小心你不要用太大的力 不然蛋还没拿起来可能就被捏破了 OK 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机械手电子异支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也是发展了非常久 我们刚刚有提过像这个 我们前面提到这个U-Town Arm 这大概是10年前的东西 但是它已经是当时非常划时代的一个进步了 那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过了10年你又可以看到 它们的差距其实是很大的 那其实我们有找到一些影片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不过因为今天没有适当的播放软件 它格式有点不合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放出来 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会把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以后 可以放给各位看 你可以看到在使用不同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OK 那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网路上现在都已经有很多资料可以查阅了 顺带附带一提 这个东西的价钱并不便宜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iLint 一支可能要台币上百万 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办法有效的推广 因为口袋这么深的人还不一定有那么多 这样子 OK 那不过它的未来来讲的话 当这个技术成熟到这个一个地步以后 产量的增加 还有那个成本的下跌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所以或许再过个十年 你就可以开始看到这些东西了 你就不用意外了 好 那我们甚至再延伸一点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用 OK 比如说呢 以心脏来说 各位知道心脏其实也是一些肌肉细胞所构成 它是比较特别的肌肉细胞 我们把它叫做心肌细胞 OK 但是基本上它也是肌肉细胞 所以它在收缩的时候 一样也会产生动作电位 或者是换句话说 你今天给它一些电性刺激的时候 也会促进它的收缩 所以当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心率 很严重的心率不整的病人 OK 或者你可以装入一些自动产生心率的一些设备 OK 然后你就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这是可以做到的 那事实上这个其实也已经发展非常非常久了 因为这个在医疗上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把它叫做Pathmaker 心率调节器 那心率调节器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它可以调整你的心脏跳动的频率 但是实际上它在做的事情也没什么特别的 它其实就是固定的去产生这个电刺激业力 OK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其实对应就是电刺激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在它在错误的时候呢 今天发生错误的时候可以正确的给它一些刺激 你心脏就可以正常的收缩了 所以这个对一些心脏功能有缺失的病人上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医疗的作为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心率调整器其实蛮小的 这边有一个比例子 三四公分而已 放在哪边呢 它必须要用体内植入式的方式 不是放在心脏里面 因为心脏 放在心脏里面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心脏是一直在运动的 你在一个一直运动的东西上面 你要固定心脆调节器 固定一个体外的这个电子产品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OK 不然如果这样摇摇晃晃不小心 那个东西就掉了 电子就掉了 那就糟糕了 不但你没有办法送出正确的刺激 你还可能会刺激到别的地方 OK 所以它通常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你的锁骨下面 因为这个是你全身上下 少数完全不能够动的关节 你的锁骨应该不太能动嘛 对不对 放在下面基本上是不太会动的 所以它只是放在这边 它只需要做给导线 锁骨的导线从这个地方 传递过去就好了 它其实会沿着这个血管 这条静脉一直进去 一直到我们的心室的尖端的 那个地方 OK 然后产生电刺激的话 就可以造成心室的时候收缩这样子 OK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影片 不过一样 我们可能就下礼拜再来看这样子 所以在电生体上面应用 其实还蛮广泛的 OK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心电图 大概告一个段落 不知道多了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回来这个地方 心电图咯 我们心电图今天 一定没有办法讲完 不过我们可以稍微 就要起个头就是了 要讲清楚 我们必须要来认识一下心脏 那心脏其实是我们全身上下工作 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器官 因为它必须要反复 而且规律的做收缩舒张的动作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有 新鲜的血液流片全身 你所有的身体机能 才能够正确的正常的一个运作 那随便提一些数据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有多辛苦 比如说每个人的有生之年 它跳动的次数大概有几十亿次 那这个数目字还不是很 还算是有点低的 因为现在人的平均生命 已经越来越长了 这个数字我大概是用七十岁 才会去估的而已 OK 那再来就是说呢 它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是用正常人的心脖 大概是每分钟七十下左右 六十到八十都还算能接受 必须要长期的去观察 那一般来讲七十下 算是比较正常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运动员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可能会六十或者是五十五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每天其实在不同的时候 各位的心跳次数也会不一样 一般来讲是你比较刚醒来 那个时候最慢 或是你在熟睡的时候是最慢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身体机能 是处于比较低的状况 你不需要做什么活动 来去维持你的身体机能吗 对不对 那你可能大概到了一天 大概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大概是最active的时候 所以你的心跳次数是会最快 那其中还包含呢 像人的生长过程当中 其实心跳次数也会产生变化 比如说小朋友的心跳就会快很多 大人的心跳就会比较慢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是用抓非常非常roughly的方式 就是每分钟跳七十下 然后你活了七十岁以后 你大概会跳几次 不过你也知道 这个数字还是会通常来讲会比较多一点 除了跳几次很惊人以外呢 他每天工作所输出的血液也很惊人 我们刚刚有提到心脏的功能是要把血液挤出去嘛 对不对 所以心输出量的话就是他到底单位时间内送多少出去 我们把这个时间的范围拉长到一天的话 二十四小时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很惊人 大概是一万公升 简单估计一下 如果一公升是那个密度是一的话 当然密度不是一啦 roughly一来看的话呢 这些就相当于十公顿 OK 一台小客车也不过一两公顿而已 它是十公顿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了解一下心脏 我想各位都知道 不过我们大致上 我们可以参考这张图 来了解一下心脏的结构 它主要分成左右两侧 每一侧都有上下两个枪式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枪式 上面的是心房 下面的是心室 OK 那这四个枪式里面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图 大概它的陈列是这样子的 请注意下一件事情 你在这个图的左边里面 你看到的是右心房跟右心室 在它的右边里面 你看到的是左心房跟左心室 它并没有画错 因为绝大部分的解剖图 它的惯例都是左右相反的 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呈现的是 你看着 就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你看着一个被观察的对象的时候 它的生理解剖的分布状况 OK 也就是医生看病人的角度 或者是各位现在坐在椅子上看到我的心状 肺静脉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左心房 左心房会再注入左心室的这个地方 左心室呢 再会从收缩之后呢 血液就会从大动脉 主动脉这个地方送出去 这个黄色的这条血管就是我们的主动脉 LTA 主动脉送出去以后再分成上肢大动脉和下肢大动脉 所以这边有一个arch弓状的一个结构这样子 然后送到我们的小动脉再送到全身上下 经过微血管网路回来以后呢 先从小静脉做回流的动作 然后再汇聚到大静脉 大静脉再有上肢大静脉跟下肢大静脉一起回来 来恢复到把所有的血液集中在我们的右心房的地方 那右心房的血液呢 会再送到我们的右心室 就下面这个地方 OK 然后再经过收缩以后会被挤到肺动脉 OK 流出去的都叫动脉 回流回来都叫静脉 那肺动脉出去以后呢 请注意到肺动脉 其实是含氧率比较低的血液嘛 对不对 它会被传送到肺部进行肺循环 交换气体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左心房 就是刚刚的开始 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圈 所以这整个循环系统里面 大概会分成两个部分的循环 一个是体循环 供应氧气和氧分 另外一个是肺循环 比较小圈 它是用来做气体交换所使用的 OK 大概有这两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又会问到一个问题 一些比较仔细的问题 比如说你知道 在这四个腔势里面 我们在收缩的时候 心脏在收缩的时候 是一起收缩的吗 还是有先后顺序 那这四个腔势谁比较大 谁比较小 它们都是一样大吗 还是有不一样的大小 我们先看一下收缩的问题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以刚刚的描述来讲 不管是肺循环或是体循环 血液回流的方向都是从静脉先回来 进入了心房以后再到心室 然后再从动脉出去 所以为了要能够有比较好的循环效率 或是pumping efficiency 能够比较有效的把这些血液再打出去 通常我们在收缩的时候 会从心房先收缩 心房把这些回流回来的血液 挤到你的心室以后 心室才会很快的收缩 OK 再把这些血液全部送出去 所以你的收缩其实是有顺序的 是由上而下 OK 是由心房到心室这样子的方向 那谁又比较大 谁又比较小呢 一般来说心室会大于心房 为什么 心房这个器官的功能是 收纳这些回流的血液嘛 对不对 可是心室是要把这些血液挤出去 所以谁需要比较强壮 当然是心室 尤其呢 在左心室和右心室的比较里面 你会发现左心室的肌肉 会比右心室的还要再更强壮 为什么 因为左心室负责的是体循环 右心室负责的是肺循环 肺循环只有绕胸腔一圈而已 很简单啊 可是体循环 体循环所产生的这个压力 要足够让血液能够到你的四肢的末端 手还有脚的末端 然后再留回来 所以它需要的tension是比较强的 压力是比较强的 从这个四肢图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心房的心房臂通常都是最薄的 再来呢 右心室次肢 再来呢 最后的其实是左心室 你可以发现它们这个四肢图表示的是 心室肌肉的厚度 这是有用意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大小是差蛮多的 因为它必须要提供比较强力的收缩 好 大概summary一下 我们的循环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收缩有顺序 那那个左心房其实是 全体肌肉细胞里面最辛苦的哪一个 因为它要把血液挤出去 它也是数量最多的哪一个 我们讲这些都是有目的的 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先回顾一下 一样是上礼拜讲的内容 我们说每一种细胞 它在产生动作电位的时候 模型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其中呢 我们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细胞呢 其实就是跟心脏有关系的 这个是来自于cardioventrical 心室的肌肉 它的收缩 所产生的action potential 其实是长得是这样子 OK 我们当时有解释过 为什么它的这个高峰期 比别人还要长那么多 人家都只有几个mini second 它居然是几百个mini second 差一百倍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它需要有力 而且持久跟收缩 你不能只有缩个几个mini second 就不见了 这样根本血都还没挤出去 不是吗 所以你必须要有效地把它挤出去的话 你其实要缩一段时间嘛 对不对 一般来讲我们的收缩期 可能会长两个mini second 之久 OK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把这些心脏里面 回流的血液重新送出去 所以它的高原期其实是比较长的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制造出这个比较宽广的 所谓的高原期呢 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上礼拜讲的 纳离子跟甲离子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离子在动作电位 心脏的动作电位产生的时候 发挥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钙离子 OK 钙离子跟刚刚那两个离子不太一样 它是带两个正电 所以它的电荷是人家的两倍 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 我们发现了在收缩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心室肌肉的动作电位 下面这个地方表示的是离子通道的通透性 permobility 我们用G来表示电导来表示 大致上跟离子的通透性成正比 一样在刺激刚开始的时候 只要一超过threshold 那离子通透迅速的展开 所以电位迅速往上 这跟之前一样 然后呢 过了到顶点之后呢 随时开启的是我们的甲离子通道 OK 那这个地方它写负的 因为它所产生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不然的话permobility 本身是没有正负之分的 它只是告诉你它方向相反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原本是会让你的细胞的这个电位 能够恢复 不过你可以看到其中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叫做钙离子通道 它会接触在钙离子之后继续打开 那钙离子的分布来说的话也是膜外多 膜内少 所以一打开之后 permobility一提高之后 会有钙离子继续从细胞膜外面流入 这个效应呢 使得我们的电位迟迟没有办法降下来 让我们的肌肉一直是处在收缩的一个状态 OK 然后一直持续在几百个minisecond之后呢 它才会慢慢的把它的通透性降低 然后这个时候钙离子才会发挥它的功能 把这个动作电位降下来 OK 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钠跟钙离子 还有一些像这个Cardioventricle的话还有钙离子 不过下一个问题来了 左边这个是我们刚刚说 你观察心事细胞心事肌肉细胞 它的一个动作电位 右边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心电图看到的一个标准心电电位 也就是一个正常人你会看到的一个心电图 正常人心电图的话长得大概都这样子 我不知道各位的印象是怎么样子 不过可能大家的绝大部分的印象大概就是会有 你可能在医院里面没有看过心电图 但是你可能在电视或电影里面看过 对不对 下次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你可能的印象都是这样一根起来 再一根起来 再一根起来 这样对不对 一般人我们最有印象就是这一个R wave 就是这个非常显著的Spike 但是其实一个完整的心电图包含了五个部分 就是PQRST这五个部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叫做PQRST Composite 一个综合的波形 或是PQRST Pattern 像这样子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量测到的其实是这个 这两个怎么差那么多啊 这个长这样子 这个长这样子完全连不在一起啊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问题应该没有超级难哦 我们问一下同学好不好 来那边穿蓝色衣服的 为什么这两个长的一点都不像 因为其实你在量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不是都是心脏吗 怎么会不一样 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 左边是什么 心事肌肉的动作电位 所以你的量测是心事肌肉的包内 相对于包外的电位变化 没错吧 那右边两个是什么 心电图 心电图怎么来的 一般来讲跟我们的机电图一样 就是在你的皮表的地方会安置量测电极 常见的方式包含你 可能在你的胸口的地方放电极 或者其实你也可以在你的手脚的地方放电极 都可以 之后有机会我们会讲一下 这两种摆放方式的所造成的一些差异 大概是在electro那个部分才会讲 好 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在你身体的表面所量测到的电性变化 这两者差在什么地方 就像机电图一样 我们之前有强调一件事情 你量到的并不是单一个肌肉细胞 你量测到的是全部的肌肉细胞 在这一个收缩数章 收缩数章 这整个完整的心勃的活动当中 所呈现的电位改变 OK 所以你要考虑几件事情 第一个 它不是只有心室肌肉而已 它是所有的肌肉 包含从心房开始到心室 左右半边全部夹起来的总和 第二件事情呢 它还必须考虑到了时间上面的差异 timing上面的差异 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要跟各位提说 收缩其实是有顺序的 心房先 心事后 所以它一定不是大家都一起收缩 只有在全部的肌肉都用一样的方式收缩 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方向收缩的时候 你最终得到的结果才等于每一个single part 每一个细胞的这个电位变化 可是这里很明显不是啊 为什么 大家顺序不一样嘛 开始的时间点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肌肉排列的方向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收缩的顺序也不太一样 方向不太一样 OK 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你最后的波形跟你每一个cell的动作电位会不一样 因为你最后的这个心电图是加总的结果 来我们再看更仔细一下 左边一样是一个心脏的一个解剖图 不过我们现在没有颜色 所以大家稍微适应一下 一样上面的地方是心房 下面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心事 这个地方是右侧 这个地方是左侧 OK 那右边这些图呢 这边有很多图 它告诉你就是在心脏的不同的位置的地方呢 其实它产生的动作电位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秀出来只有这个部分而已 这个是什么 ventricular muscle 是心事肌肉的动作电位 其他每一个地方的动作电位其实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不是都一样的 包含像比如说以心房来讲的话 这边是atrial muscle 这是心房 OK 它其实它的平原期并不像心事那么长 这也很好想象嘛 因为它只需要把血从心房集到心事而已啊 它们中间就这么近打个门 开个门就到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力量嘛 对不对 OK 所以当然它需要的那个收缩的强度时间不需要那么久 稍微补充一下 在这个地方心房和心事的名字 心事各位都知道是ventrical 心房的话是atrial 这个字 所以它所代表的字 跟常常你会看到atrial 这是它的形容词 好 那我们刚刚说心脏收缩是有顺序的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顺序稍微讲一下就好了 它的顺序是从哪边开始呢 通常我们心脏的收缩是从心房里面有一群 很特别的肌肉细胞开始的 我们把它叫做 Sanode Sinoatrial Node OK 这边有一群肌肉 我们把它叫做Sanode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肌肉很特别的就是它会自动 而且规律的产生动作电位 它产生动作电位以后呢 这个地方画出去 这是这个Sanode 这个地方产生动作电位以后呢 它会开始影响它周遭的肌肉 它周遭其实就是心房 因为这一小团肌肉其实就是在心房上面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房肌肉 从右而左 我没有写错方向 我的右左右是真的人体器官的走错方向 从右而左把这一个心房的收缩传递过去 让整个心房做收缩的动作 把心房里面的血液往心室里边去挤 好 那同时间呢 这个动作电位传出去以后呢 会被传导到另外一团 也是很特化的一个肌肉细胞 我们把它叫做AVnode AV这两个字呢 其实就是由atrial和ventricular 因为它刚好就位在心房跟心室的中间 我们把它叫做房室节 刚刚那个SNNode叫做豆房节 这个地方叫房室节 你不用急着操音 因为后面几张slide都有它的翻译的名词 所以现在听我讲就可以了 我们会把这一个动作电位 借由这心房的收缩一直传递到这个AVnode 传递到这个AVnode 在AVnode以后呢 这个刺激会先汇聚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再继续传递下去 它会借由着这一群很特别的传导路线 一直传到心室去 什么传导路线呢 就是由这个bundle of his 这个地方黑色这条进去 然后呢再往这边下面传 所以这个bundle of his 会连接到我们的bundle branch 它会左右各有一支沿着心室中隔下去 然后绕到心肩以后再回流 OK 那最后传递到我们的bundle system 就是心室 控制心室的肌肉上面去 然后再造成你的心室整体的收缩 OK 所以传递的路径呢 大概由上而下 是从SAnode开始 然后到我们的心房的肌肉 然后再到AVnode AVnode完之后呢 它的那个动作电位 会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藉由这一条路径传递下去 这个路径其实都不是神经细胞 它其实都是特化的肌肉细胞 那主要功能是在传递这个动作电位下去的 OK 从这个心室中隔往下传 然后再传递到旁边回来这样子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心脏的传导 大概它会主控这个 主导这个收缩从上面到下面 从里面到外面 OK 把它整个这样pump起来 这样你就可以很有效率的 去把你的血液送出去 然后考虑了这些不同位置的波形 以及它的个数 不要忘记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总和嘛 对不对 所以个数多的绝对影响力会比较大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是总和的结果 所以综合它的传递方 传导方向 它的顺序 还有它的个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 这个compulsive的一个波形 OK 这就是我们的PQRST波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 OK 谢谢各位 下礼拜我们再见